一花一世界,以业益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快节奏时代 每天忙忙碌碌 拼命工作,努力生活 只为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 不被社会淘汰 那些轻轻的打工人 轻松悠闲的日子 却也在日复一日的拼命中 离我们越来越远 约翰·列农曾说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 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 只有慢下来 才能找回自我 感受生活的乐趣 一,感情越慢越长久 曾经看过一句话 有了卫星,有了网络 交流的速度由光决定 而不是邮局 年轻人的爱情习惯了套路 减少了真情 他们舍弃细水长流 选择了素食爱情 感情从慢变快 看似拥有了更多机会 却也失去了爱情本身的那份真挚 其实,感情不是越快越好 懂得慢下来 才能体会其中的甜蜜与温情 作家巴金与夫人萧珊 就是一对慢慢来的恩爱夫妻 巴金因为长篇小说家声誉卓著 经常会收到读者的来信 萧珊正是其中一位 他们飞红传书大半年 之后约在上海谈一家乐菜馆见了面 两人一近如故 对彼此心生爱慕之情 巴金一直把萧珊当小友 萧珊心怀爱慕 却被家里安排订婚 当他把这事告诉巴金 巴金却说 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 萧珊听完满心失望地离开 看他这样 巴金赶忙追了出来 你还小 一旦考虑不成熟 会悔恨终身 当你成熟有主见的时候 如果还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愿意等你长大 从这之后 无论多少人追求萧珊 他都信守诺言 默默地等待 而这样的告白 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在萧珊完成学艺后 两人携手共度余生 记得洪黄曾说过 老一辈人谈恋爱 手还没有牵到 但心里早已浓情蜜意 爱情慢一点 才好变清自己的心 让彼此的感情 在相处中渐入佳境 一个人有多爱你 就对你有多用心 那个总是在 巷口温柔等你的人 有耐心 用大把时间陪你的人 一定是对的人 爱情不是一阵子 而是一辈子 一段感情 唯有慢下来 关系才会长久稳固 二 生活越慢越幸福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 生活的压力 让人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每个人都在努力拼命 向前奔跑 让本该悠闲 舒适的生活 过得万分紧凑 但生活愉快 其实并无关系 懂得给生活做减法 让自己慢下来 才能发现 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 小美好 金庸先生 就是典型的慢生活 说话慢吞吞 走路慢吞吞 但就是这样一个 慢悠悠的人 创作出无数经典作品 成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 我的性子很慢 做什么都是徐徐缓缓的 最后都做好了 乐观豁达养天年 是啊 金庸先生不仅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悠闲 惬意 就连笔中的江湖也是一派和谐 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打一会儿歇一会儿 或是吃饭 或是谈情说爱 武侠世界如此 生活也是如此 欲速则不达 永远的快节奏只会让自己永远处于紧张状态 懂得适当地放松才能感受生活的幸福 作家蒋勋曾说 最美好的生命不是一个速度不断加快的生命 而是速度在加快跟缓慢之间有平衡感的生命 当我们找到了快与慢的平衡点 大概就探索出自己人生的节奏了 生活慢下来才能幸福 一个懂得放慢自己的人才能在喧嚣的城市中清醒生活 一个懂得慢下来的人才能感受生活本来的样子 追求自己孝望的生活 网上有一句话很是赞同 成年人的关系都是循序渐进的 那些十倍速亲近你的人 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十倍速离开你 曾有人向大师请教什么样的关系最长久 大师指了指院子里的花丛 说不用急 守护它 让它成长 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 急也急不得 不如该浇水浇水 该施肥施肥 努力在你 长成什么样子 随它 让风雨去考验一颗种子 用共同的精力去试炼一段关系 张爱玲和邝文美都曾在领事馆新闻处做翻译工作 最初只是同事 两人相谈甚欢 常来常往 互相欣赏 熟识之后 邝文美经常邀请张爱玲到家中做客 而且 遇事处处肯为她着想 后来 宋美玲曾邀请邝文美 做自己的私人秘书 邝文美为了能实时陪伴张爱玲 婉拟了宋美玲的邀请 张爱玲常常感叹 这世上怎么会有邝文美这样温暖的人 而张爱玲远渡重阳去了美国之后 这困顿的几十年里 她都会把发生的事 事无巨细地去信 跟邝文美倾诉 张爱玲对邝文美所说的那样 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 也的确是宠坏了我 她俩常年保持书信往来 一直到爱玲深固 俗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世上从来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 我们也不会因为对方的一个举动 一个眼神了解她的全部 与人交往 给彼此时间适应 才能相熟相知 因为大凡美好而珍重的事情 都需要慢下来 才能和幸福同频 四 慢慢过才是最好的人生 人生本来已经很辛苦 那些不会慢只会快 不眠不休的人只会叫苦连天 生活给我们的错觉是 只要一味向前冲 就可以很优秀 但事实却是 欲速则不大 一味贪快的人 不用别人跟她竞争 自己可能就会把自己累垮 柳宗元在副版传中说 一种耗负重物的小虫子 爬行时遇到东西 总要捡起来 抬起头来使劲地背上它 即使它已经疲劳到了极点 还是不停地往背上夹东西 一直到类似为止 要增加生命的厚度 并不是一味赶路 懂得慢行 才会对一路风景走心 红衣法师曾说 处事大忌急躁 急躁则自顾不暇 何暇致逝 生活也是如此 一味的快 有时并不能达到目的 缓慢前进 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 意大利人说 慢就是不要怠慢 慢下来不是放弃 而是让我们发现 那些藏在身边的美好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交给麦克一个任务 叫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可是蜗牛爬得实在太慢了 麦克对蜗牛又拉又扯 导致蜗牛受了伤 爬得更慢了 他只好耐着性子 让蜗牛慢慢爬 自己则以一种 接近静止的速度 跟在后面 就在这个时候 又急又气的他 突然闻到了花香 原来这里是个花园 接着他听见了鸟叫 蟲鸣 看到了生活温柔的样子 麦克这才体会到 上帝的巧妙用心 在缓速的过程里 人的灵魂是轻盈的 五关六十全部打开 那些因一味匆匆赶路 而错失的东西 也重新在生命里出现 停掉了手边的所有事情 稍作停歇 这样的慢 是给自己更多热爱生活的机会 生活慢下来 才是享受 当我们把速度放缓 把时间留给自己 做喜欢的事 爱自己喜欢的人 我们就会对周围的美好 异常敏感 留一颗去感受生活的心 只有处事不及不徐的人 才能享受自己的美丽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